好了好了 其他東西都好了 然後 當然快下車了 趕快擦一擦 一定要把那個 水垢把它擦掉 主要是買這種 水垢一定要擦掉 換來那個 洗完車一定會有水垢 其實DANA的好處就是說 它比較不容易附著 任何東西 它這種東西 比較不會複雜 先把它擦過一遍 這種洗車布 這不算布啦 這算是海邊啦 先把它擦過一遍 上面 最好不要太陽下 那個啦 因為DANA也不是建議在太陽下做 DANA也不是建議在太陽下做 水太多了 擠一下 它這種會吸水 海邊其實就最好用 真的 它不會有什麼毛連續沾在上面 因為等一下打蠟 所以等一下 乾掉就是要先上蠟 因為 你在不打的話 你等一下那個 會沾很多灰塵啦 尤其 冬天 冬天 冬天要是那個 槍金門封 封沙很大 建議 洗車什麼都要注意 紅刷啦 因為像獅子 獅子 站在這邊上面 會把這個刮好掉 對 然後側邊 你看下面都很乾淨啊 對 那個 一條用到底 其實 下面張戶是比較不好弄 而且下面 你一定要先把它處理掉 不然這個插下去就完蛋 插下去就完蛋了 插下去就完蛋了 明天 我再來拍 明天再來拍 內裝 我也是好久沒有整理 我老婆這也是要知道 買了這個中古人 買了三年 我老婆顧得還不錯 還不錯 開這技術都還不錯 這樣子 你看 要趁濕掉趕快插 尤其最底會有沾一些小四肢 所以這個 一定要先把它 這樣東西處理完 所以洗台車真的是很費時間 OK 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 然後先趕這邊 OK 然後另外這邊 比較涼的這邊 水太多了 要把它擠掉 這手拍 就比較不方便 你看 有沒有看到 下面 水太多了 乾淨 因為你要是這種小 這種黑點 怎麼沒有把它弄乾淨 你要 打它下去 一樣把這東西打下去 所以這種 真的是洗台車子 真的很非公 尤其是自己的車子 雖然是中古車 可是 其實只要顧得很好 都 車子都很漂亮 真的 然後真的是洗要常洗 不然它會 它那個 常常水 會有水垢 水垢 那車子就變成 一條一條的 看看 你看 OK 我等一下擦乾淨一點 我先拍個大概而已 OK 先放這邊 大致上還沒打蠟之前 就這樣子 洗得乾乾淨記得 我沒看到 好啦 等一下再開乾淨 等一下乾 我再打蠟 我再拍一個打蠟的特輯 OK 掰掰 喜好影片歡迎訂閱 掰掰 再見 OK 這個洗車部分就到這邊了 喜好影片歡迎訂閱 掰掰 再見